俄乌战争到现在还没有停火的迹象 美国刚开始开打的时候 美国的国防部长Austin 在一个国际记者招待会上非常坦白 而直接的说 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俄罗斯 尤其是削弱普丁 但结果和美国想象的相反 俄罗斯在最近进行了一场大选 他的大选是有好几天 最后统计结果 虽然在大选之前 他让最著名的反对派 非常了不起的英雄纳瓦尼死于狱中 但似乎俄罗斯人并不在乎 他南瓜的选票高达87.28% 投票率是77.49% 都创下历史新高的投票率 也就是说俄罗斯民族主义 完全把它拱上来了 普丁在上一次2018年选举的时候 得到的选票是77.53% 这次整整增加了接近10个百分点 而事实上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前 在2021年的时候 由于石油价格战的关系 OPEC和美国石油价格战的关系 石油价格很低 俄罗斯的经济并不好 当时普丁的支持度只有六成 所以这场俄乌战争呢 第一个他拉抬了民族主义 也拉抬了普丁 现在在俄罗斯的升旺 有没有削弱俄罗斯呢 目前当然有一部分 但是俄罗斯的经济成长率 目前仍然是3个百分点 到2.3个百分点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 是普丁希望能够和北约组织 在过去有一个缓冲区 是在乌克兰 那北约一直东扩 波兰其他几个地方 他已经很生气了 可是到了乌克兰 他就是忍无可忍 最近北约东扩到了芬兰 到了瑞典 变成32个会员国 普丁在他选后的 国际记者招待会上 明白地表示 很多人说普丁讲话 不是Donald Trump 你必须认真地听 他明白地表示 美国现在所主导的 北约组织的相关的做法 使世界距离全面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仅一步之遥 在约组织的赛兰 不是在这周末日的 领导选 而是在约组织的10周 的约组织的约织 但两人都联合了 普丁是一名领导 不能被打敗 一名领导 是一名领导 从北约组织的赛兰 从北约组织的赛兰 Wladimir Wladimirovich Putin 一场俄乌战争 期间所举行的选举 确认了普丁 让俄罗斯再次伟大的进程中 所扮演历史性的角色 这是一场早已知道结果的选举 但俄罗斯历史最高的 77.49%投票率 与普丁横扫87.28%的选票 都让西方国家看傻了眼 如果算上叶尔卿在1999年 指定普丁接班的半年任期 两任总理 加上五个总统任期 整整24年领导俄罗斯的普丁 想的只有一件事 你明白 你经常听讲 我经常听闻说 我所说的 我所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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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风险的 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 在后面 我所抱怨 因此 25亿云 若云 云 人 在这些旦云上 这些旦云上 这些旦云上 最大的灵状 我以为 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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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蘇聯瓦解的悲劇和虛弱 讓普丁充滿復興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情感 這也深刻影響他在內政與外交上的思維 而兩聲修訂的憲法 讓普丁有足夠的時間 去完成所謂的俄羅斯復興 但普丁絕非只是21世紀的史大利 他更像在大北方戰爭時 擊敗瑞典奠定現在俄羅斯基礎的彼額大帝 即進攻烏克蘭 拿下克里米亞與烏克蘭東部的女王凱撒裂 他們都藉由軍事勝利對外彰顯國威 對內凝聚民族主義以維持政治為王 而這才是普丁默寐以求的指點 As for the Donbass, people living there back in the days of the Russian Spring declared their wish to return to their family The journey back to their motherland turned out to be much more difficult, more tragic But nonetheless we did it and that is a major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state Now we move forward together, shoulder to shoulder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learning about this election is the very high turnout and we know that th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in Moscow was very focused on securing a high turnout because it signals a momentum of national unity around Vladimir Putin and it seems as if this was important to actually start a new chapter of his rule of his government I mean now he can stay in power for at least six more years and obviously he said to do something with this time The campaign itself was very domestic and economic policy oriented but it's clear and he said it himself the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so the war on Ukraine will remain the priority so we'll probably see a continued and an escalated effort to subjectate Ukraine on the front 西方在這場戰爭初期 隊伍軍員的戰略目標 是要削弱俄羅斯的實力 但俄羅斯卻越戰越勇 one third of the budget is going towards the war effort everything is for the front everything is for victory said one lawmaker some military factories ar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churning out tanks, ammunition and drones this bakery south of Moscow has also stepped up production it was already baking bread for Russian soldiers and now it's converted part of its floor space into a drone factory 尽管西方在這兩年祭出13輪超過1.6萬象的制裁 進入戰爭動員的俄羅斯經濟 不論在前線或後勤都展現始祖的忍心 也因此普丁的勝選不只是操作民族主義 還有穩住涉及政治穩定的民生警惕 而這次的高票連任 讓普丁有更強的民意後盾 且在烏東戰場的捷報 也讓他越來越有自信 美国外交政策網站引述不具名的西方官員消息說 俄羅斯已將戰術核武轉移到百惡多次 而前進部署更可能用於實戰的戰術核武 已不只是威責西方軍有烏克蘭 或僅僅被動回應北約進來增強東裔的軍事部署 俄羅斯稍早正式對包括愛沙尼亞總理卡拉斯 在內的三名波羅的海三國高官發佈的同情人 指控他們拆除數列時期的紀念碑破壞歷史情感 彭博社的分析說 這是俄羅斯對北約成員國發動戰爭的起手事 愛沙尼亞對外情報部門就發布了一份評估報告 指俄羅斯正在為未來十年內與西方的軍事對抗做準備 我認為在世界上全都可能 但我已經說了 這對所有人都很明顯 這將會在一步的三次世界戰爭 我認為這可能會有人會有興趣 伯定在大選後的國際記者會上 警告可能與北約發生直接衝突的結果 看似獨舞窮兵 卻是被動回應媒體質問 對法國總統馬克宏把出兵烏克蘭視為選手的看法 而普丁也向馬克宏公開喊話 勝選後的普丁已更有底氣 華爾街日報就披露 普丁想要的和談 是開戰六週後俄烏在土耳其談判的節目 即烏克蘭重力化不加入北約 放棄克里米亞與頓巴斯 而白白打了兩年多的戰爭 最後是回到2022年4月15號 那份被美國否決的和平草案